山东寿光被称作中国蔬菜之乡 其实蔬菜大棚主要是在寿光的南部地区 而寿光北部因为距离海岸线比较近 土壤的严检化程度高 无论是种蔬菜还是种粮食作物都很难高产 这几年寿光的农业北进计划逐渐起步 一些经济作物在寿光北部开始量产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寿光北部的营里镇 其实这个镇是从2017年才开始引进这种大棚种植的技术 不过因为前期的这种寿光大棚技术的积累 让这里的大棚出道机巅峰 在这个大棚里就种植了900多株 刚好适合这个岩碱地种植的经济作物 这个作物有个别名叫做树上堂包子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它就是无花果在新疆广泛种植 但只在夏天结果 寿光北部的若碱性土质 适合无花果生长 再加上这里成熟的温室大棚技术 能够让无花果在一年12个月里 月月都有鲜果产出 我们这个棚是根据无花果的间距跟行距来进行设计的 我们这个棚高度是4米半 现在已经进入了9月份 果子正好进入了生产的高峰期 你看这个果已经完全成熟了 这个在日常的管理当中 就是增加无花果的通风和透光 光它能使果实增加糖度 无花果树最大的优势是当年种植 当年结果当年就能有收益 而且果树成熟后 亩产产量平均能到5000斤以上 每个大棚收入10万元左右 现在当地已经有很多农户 开始专门承包大棚种植 覆盖全年的无花果鲜果在市场上 已经供不应求 但当地依然深挖产业链 进一步提升附加值 应用到一些功能性食品 包括一些护肤品 这上面去 一些成熟度比较高的一些果子 我们会用来烘烤加工成果干 一些药材加工厂 它会做成无花果的杏糕粉末 现在当地政府已经规划了 45000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让新农业在这里落地生根 我们农业园区规模化的发展 给我们全镇提供了一个 示范引领作用 给我们的老百姓 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 农业方面的一种认知上的提升 第二个方面 就是为我们周边村庄的老百姓 提高了经济收入 解决了他们物工问题